6日早上香港科技大學舉行畢業典禮 有科大學生將多條我要真普選大型條幅懸掛在會場內 另有多位畢業生舉起黃傘 還有學生稱黃傘走上典禮台 11月6日凌晨 旺角集會現場爆發衝突 有藍絲帶成員不斷對戴V怪客面具的集會人士 進行言語及動作挑釁 雙方發生爭執 港警在分隔雙方過程中 過分使用武力打傷兩名參與集會者 引發人群不滿 警員遲鈍推撞人群 讓前排十多位市民跌倒 並向他們噴射胡椒噴霧 其中一名男青年被警員拳打腳踢 致頭部受傷送醫 中共十八大以來 江派高官紛紛落馬 跡象顯示 江派五名省籍高官 上海市委書記韓正 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 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 黑龍江省委書記王憲奎 深圳市委書記王榮霍即將落馬 他們均積極追隨江澤民迫害法輪功 11月4號晚上 廣東省經濟貿易職業技術學校的數百名學生 集體抗議校方將食堂、小麥部承包給親戚 價錢貴、品質差 以及宿舍用電不安全等問題 大批警察到校抓走數十名學生 目前學生已經獲釋 食堂雖然降價 但品質未深仍未改善 新唐爾太電視整理報導